就是上個禮拜,今天第七次 主要的話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恐怕你們回去一定要把它熟悉,包含就是說呢 像我們之前有個member.tst的50個會員 那如果你假設50個會員 那裡面有5個欄位 如果我要把50個會員,然後寫入到 這個5個欄位裡面去的話 那這個流程該怎麼做 當然呢,這裡面的話,如果用python來做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用sqlite3 有沒有,那個模組呢 你可以第一個要先新增一個資料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就是有關那個資料庫的寫入 第一個當然建資料庫 第二個建資料表 然後呢,看要幾個欄位,有5個欄位,你就5個欄位 然後欄位名稱,如果你假設懶得去思考的話 我前面講過,你用abcd也可以啦 或者你會給他一個欄位名稱 那一般習慣是用英文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之前會有充碼的問題 因為以前的舊的環境 通常跟那個中文都會不相容 但是現在好像我發現,大部分就ok 但是還是少部分有一些地方 是沒有辦法執行中文的 這個當然你看,可能要試才知道啦 如果你為了避免那個錯誤,你就用abcd也可以 那當然欄位,所以欄位名稱,後面加欄位形態 那形態部分的話呢 當然我們可以給什麼 所以你可以參考這個啦 雲端上面其實都有相關的範本 包含就是說這個地方 input SQLite3,然後裡面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建一個資料表物件 就cursor 那這個是查詢,如果建資料庫的話我們是在這裡 ok 那所以呢再來利用那個create table 建一個 這個資料表 那欄位名稱的話呢,假如你懶得去思考的話 就全部都用這個test也可以啦 ok 那當然我講過啦,test的缺點就是 他的執行效率比較差一些 但是呢,如果你的比數不多,像我們這才50個啦 說真的你執行起來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除非說你編號啦 H這個編號前面有改 就是說呢,如果你編號的話,它是一個數字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用integer 那如果是生日的話,你可以改成daytime 那你不改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它一樣照樣可以跑,沒有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說呢 開啟,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讀取外部的檔案 比如說我們讀取的是那個 就是 我們上禮拜好像是 練習,把會員寫進來 所以會員資料,讓你給他一個路徑 然後呢 用realize 然後把這個資料給全部讀進來 記得要切割啦 切割之後的話,再執行isq 只不過我的程式應該是在 上禮拜應該是在 在這裡才對 OK 在第49頁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讀進來中realize 然後再把它每一個 這個列 其實每一列裡面的東西讀進來 不過記得一定要避開第一列 因為第一列是藍位名稱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insert into 就是執行那個寫入的動作啦 所以 資料 上面是資料庫 產生資料庫 資料表 再來就是寫入進去 insert into 不過因為有50個會員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一個回圈 把避開第一筆資料的其他資料 分別把它讀進來 然後呢 用insert into的語法把它寫到資料庫 不過insert into後面要加 五個欄位的話 記得 你如果以前用串接的 很麻煩 所以我在這邊是用一個format 如果format搭配這個insert into其實相當好用 而且比較 不容易寫錯 不過當然還是非常的複雜啦 裡面當然就是insert into 哪個table values 然後瓜糊的話呢 看有幾個欄位 那我們就執行幾個大瓜糊 那如果像這個地方 第一個大瓜糊前後沒有單引號 主要是因為我宣告那個欄位名稱 欄位形態的時候 第一個欄位 它的形態是integer OK所以 這個也是重點 integer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前後是沒有 沒有單引號的 有沒有你會發現 只有第一個跟人家不一樣 後面的話你會發現 大瓜糊前後 都有那個單引號 這個也是細節啦 那你說為什麼老是那個integer不需要單引號 因為 單引號 表示說我要寫到文字裡面去 才需要 如果是你形態是text喔 才會需要前後單引號 那如果你是數字integer 或者是說你是什麼 有小數點用double啦 那你就前後不需要單引號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是day type的話 那用法跟什麼 跟那個文字一樣 有沒有 這個是dabc 的話呢 這個有沒有 第三個 一樣前後是有單引號的 OK 這個可能要 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都細節 如果這個細節沒注意到的話 那有可能 你在寫入資料庫的時候 就會失敗 而且喔 寫入資料庫 最常遇到問題的 應該就是這裡啦 insert into 也就是如果你可以insert into 成功的話 後面查詢就簡單 因為其實查詢的複雜度 比起這邊喔 其實應該是 簡單很多很多啦 我覺得最難應該在這邊 上個禮拜最難的地方 OK 只要你這個地方沒錯喔 那後面應該就相對簡單的 那我們一樣就是把它映射 在這個回圈裡面呢 反正呢 他只要讀一筆進來 我就寫一筆進去 所以呢 總共有50個會員 也就是這個回圈就跑50次的映射 into 有沒有 他就跑先讀一個 寫一個 讀一個寫一個 那當然喔 也有同學問 老師那個執行效率這樣會比較差 因為讀一個寫一個 讀一個寫一個 當然呢 如果你的比數不多的時候啦 比如說50個會員 其實沒有差啦 但是如果你現在有 五萬個甚至五十萬 五百萬個會員的話 OK 那相對的喔 你可能要考慮到效率 因為一邊讀一邊寫 一邊讀一邊寫 那相對效率會比較差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一次就寫進去 有沒有 那其實喔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我在底下會有 提供另外一個寫法 不要等太久 那還有啦 不過前提就是說你的資料量是非常龐大的情況下 你才有需要 因為我實際上測過 我覺得好像 比數如果在 大概十萬筆以內的資料量 其實算下來感覺不出差異 所以其實說真的你 假設你的資料量很大 像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說每天出的資料量都是好幾GIG的資料 GIG的資料是多大 OK可能是 我想至少一定是百萬筆以上的 他每天因為他可能是 像期貨吧 一整天都在一直 更新資料 然後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一天下來其實就累積非常多數量的 那當然那個時候你就有必要 改成用Excute Many 可是Excute Many難度又更高 為什麼 因為你要Excute Many的話 你就變成先要再增加一個串列 也就是說把原來的例子2的資料 先放在例子3裡面 最後再利用這個語法 有沒有你會發現 你InsertIn2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原來後面是用Format 用Format 他這個例外不用 他就給問號就好 比如說五個欄或者五個問號 以後的話 你就Excute Many的時候 就把這個例子3 放在他第二個參數裡面就OK了 大概是這樣 應該可以看得懂那個意思吧 只是說 這個 比較進階啦 所以如果假如你 程度稍微好一點的同學 或許你可以 自己再了解一下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不是每個同學都需要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提供給各位參考 他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把原來的例子2 再放在例子3 Append有沒有 放進去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 我們本來用Execute 只是Execute後面的話 增加一個叫Execute Many 然後呢 本來的SQL語法後面再增加一個串頁 大概就這樣而已 其他還有什麼 刮符 就是Values後面 就把它改成 就是用問號的形態 這樣也可以寫進去 效率呢 相對也會比較快 OK 這樣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改寫看看啦 反正這應該是OK的東西 一定可以Run 只是說呢 難度應該會又更高了 大概是這樣 那 所以 我有請同學呢 再稍微改一下 除了用那個 會員資料 其實會員資料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那後面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再改 改成其他的資料來做寫入的動作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是 還有去抓一些資料 那當然呢 其他還有比如說 哪些地方可以得到 那些練習的資料 其實我建議各位可以 從那個網路上去找 像我 我們其實 假如要找那個 爬蟲練習的話 其實可以從那個 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去去找一下 那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大概會提供給各位 我把這個輸入法稍微改一下 我喜歡用以天 那上個禮拜好像跟各位講 你可以打那個關鍵字叫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這個政府的開放平台裡面的話 就提供給我們全部的資料集 資料集裡面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有這麼多 行政院兩萬多種 這麼多 各縣是一堆 有沒有 那當然我們直接看 我建議是拉到最下面 如果是CSV的話 總共有 三萬六千九百五十五 也就是說有這麼多資料可以 可以拿來練習 那舉例子 比如說你想知道那個 到底 哪個縣市的 治安是相對比較好的 那其實各縣市政府都有提供那個 像是什麼 竊道案件 比如說竊道 所以你這邊可以打個竊道 有沒有 那竊道案件 你會發現這邊就出現了 第一個是台北市政府的 汽車竊道 那也就是他提供什麼 他提供給我們 就是說 從104年到100 104年1月份到110年的11月份 所有那個竊道 只要是你車子被偷 而且有報案的 現在應該車子被偷一定會報案吧 OK 所以 而且現在說真的要吃案可能也不太容易吧 現在你要吃 因為都電腦化了 所以理論上這個應該是還蠻 真實的一個資料 那假如說我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話 你要做練習的話 當然 這個後面其實還可以延伸 就是說 如果我要直接 把這個資料 不透過下載 而是直接用爬蟲的方式 直接幫我爬到什麼 爬到我的 這個什麼 我的 這個 城市裡面 Python裡面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這樣練習 比如說這個好了 假設用這個 到底 哪一個 還有一點 就是說 歷年來 從104年 到110年 到底 那個 怎麼樣 竊道按鍵 是增加還是減少 也就是 其實它也是一個指標啦 到底 怎麼講 治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對不對 小偷變多還是變少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指標嘛 那我怎麼知道 其實很簡單嘛 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 有沒有 塞到資料庫 再統計一下 就有了 OK 當然了 另外一個方法啦 最簡單方法就是用Excel打開嘛 樞紐分析表一跑就知道了 OK 其實大概 不用個 幾分鐘 就OK了 那只是說因為我們如果假設今天是用那個 Python來做的話 這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也許請各位 這邊有三萬多種 所以如果假設你想要多練習的話 這太多可以練習的 我想你多做幾個範例之後啦 我想這應該也沒有什麼 可能閉著眼睛都會啦 OK 那當然還有啦 建議多累積的作品 因為如果說將來你假設要從事相關類似 或者是說 跟這方面技能有關的啦 還是當然現在職場上還是看 你有沒有一些實作經驗 或者是一些實作的作品 或者是一些所實作的案例 那可能有 看作品 demo 或者說面試 人家會問你問題 那你能不能答得出來 才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樣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你怎麼做的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有相關經驗 你就可以敘述一下 其實一般人當然最希望 老闆最想要看到結果啦 然後你有沒有用什麼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做 OK 其實你就要敘述 所以你的經驗越多的話 當然你就會讓人家感覺你很有料 當然有的時候對的 馬上就 一拍即合啦 什麼時候可以上班 對不對 等等的 OK你希望多少待遇 事物之類的 那前提當然你需要有一些 他可能會認為說你需要 會的相對應的技能 因為現在 其實各行業也在競爭啦 你會發現現在很夯 因為 疫情的關係 電商很夯 現在電商都很缺人 而且電商缺什麼人 其實就缺這方面人才 所有東西都虛的嘛 虛擬的世界裡面 需要怎麼樣比較快 當然就是利用程式來完成嘛 對不對 不管了 他當然其實他也不會管說你用什麼方式 你一定要用Python或用VB用R 不管了 反正你就幫我這東西做出來 那為前提 所以 當然你們可以看到那個汽車的切到按鍵這個地方 這個他點擊進來 將來你們在看那個開放資料的時候特別注意就是說 點擊進來之後他提供幾個訊息 第一個就是說他的檔案類型是什麼 CSV嘛 OK 那另外的話呢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說 這一個 你要下載當然只要點一下他就直接下載 他就是一個CSV 或者是說旁邊有一個檢視資料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說幾個比較重要的訊息 第一個就是你的下載的那個網址在哪裡 那這個網址的話將來就是說如果我要網路爬蟲要爬取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只要有這個網址我就可以把資料下載下來了 所以第一個要需要網址 那第二個的話還要知道一個訊息就是他的編碼方式 那編碼方式的話呢 他這個地方 他如果跟你講是BIG5 BIG5的話 那你記得我們之前在那個練習的話 就是在那個編碼方式的時候有沒有 encoding 如果是用那個F物件 F等於open的那個方式的話 那如果你是BIG5 其實不用 後面不用加encoding 但是如果這邊顯示是 UTF8的話 那你記得 你開啟的時候就要用 UTF8的編碼方式開 否則的話呢 他就會 是亂碼的問題 OK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大概是要注意的 那你們可以想找找看啦 其實像政府現在開放資料 各方面都有 十一住行啦 然後預熱什麼方法 一堆的 OK 甚至你對於投資理財有興趣上面也有 股市資料啦 或者是保險啦 不知道期貨不知道完完整 或者是說其他相關的 那或者是說你像實價登錄的資料 其實上面也有 或者是說跟治安啦 跟交通啦 跟一些各方面的 其實上面都有好幾萬種 所以如果你想要 自己去針對有一些訊息 去找答案的話 我想理論上 政府的有些資料的開放程度其實還蠻高的 那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到底那個這幾年 台北市的治安到底是變好還是變不好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 從幾個面向去思考 比如說像 汽機車的切到案件到底是增加 自行車的切到案件增加還是減少 然後還有什麼 切到案件 這個切到是指什麼 他算有寫啦 然後還有什麼 切到案件按月 所以他其實好像又把它拆解 另外還有住宅切到案件 還有什麼 街頭搶奪案件 所以這些資料其實都可以拿來做一些分析 還有機車的切到案件 之前我請同學做練習 他們因為 有人是騎摩托車 然後就想說到底那個 摩托車哪些地方最容易失窃 停在那邊要特別要注意要記得上大鎖之類的 OK 那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去 爬資料 比如說像這個汽車 切到案件 一樣嘛 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點擊下來 那才會看一下 這個好像都 Big File 那你可以打開他 當然理論上 如果是Big File的話 直接開啟 他會用Excel去開 可是開起來之後 理論上應該不會是亂 可是如果你是UTL8的話 那開起來 Excel的話 理論上是會亂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Excel來開 不想是亂碼的話 那可能你還是要把那個他裡面的UTL8改成什麼 改成Big 成檔 這樣子 才不會是亂 那比如說機車切到案件 就比汽車還多 像那個 剛剛下載那個汽車的是大概幾件 編號好像到 521吧 OK 所以等於是 這麼多年 104年到110年 想像中的少 有沒有才 521筆 這個 失竊案件 這有這麼少嗎 還是 車子被偷就算了 結果不去報案了嗎 這也不知道 OK 可見得 台北市好像汽車被偷的機率還蠻小的 為什麼 可能現在小偷可能覺得 偷車子好像 要囂張管道也可能沒那麼暢通吧 還怎麼樣 反而機車好像被偷的比較多一點點 機車的切到案件 大概1700多比 OK 反而現在有些 機車的那個 新的機車有些可能還十幾萬 重機可能更貴 反而有時候 比汽車的價錢還更高 現在汽車好像 不知道 中古車的行情好像越來越差 只要我在想說是不是跟那個 每年收的稅金 很高有一點關係 像一台 2000CC的好了 一年就要17000的稅金 所以如果你假設放著不開 你一年就要繳17000左右的稅金 對 如果你更大的排期量 比如3000的話 一年要22000 那再更高的話 可能要34000 更大的排期量 那不划算 放著不動的話 每年都要繳錢 可是你知道房子 像 1000萬的房子 繳的稅金 比汽車的還少 幾千塊而已 有沒有 房屋稅的部分 算下來好像 其實 為什麼現在 房子 一直漲都不跌 會不會跟那個稅金有一點關係 因為 你科的稅金 很高的時候 你持有的 怎麼樣 成本就變高了 相對的 人家可能會思考這個問題 到底 我這個房子要不要繼續持有 不然每年繳的稅金 就不堪負荷了 所以你看日本 日本現在還有出現 一元 一元 房屋的 一元房屋什麼 就是 你一塊錢我就賣給你 但是其實你講 好棒 那我多買 沒有 背後其實還隱藏的東西 就是你買了之後 你要繳稅 你一買就要繳100萬的日幣的稅金 還有很多相關的 就是 那些 歸費 你通常要繳 而且每年都要繳 那你想一想 划算 對不對 那我不如租房 我住飯店 我那些錢都夠 又不是 日本人 所以沒辦法 偶爾缺現在疫情 沒辦法常常去 疫情前 我其實還蠻常去日本的 OK 甚至有點想說是不是在那邊 呃 這個 後來想一想算了 我還是去那邊住飯店算了 因為你住飯店持有的成本很低嘛 而且反正你住飯店什麼都幫你打掃好好的 那你也不用管那些歸費問題 可是你如果有持有的話 那你的費用就很高 OK 為什麼一直在 常常也在思考說為什麼台灣的房子那麼貴 甚至比那個日本還貴 哎呦我在想說會不會跟這有點關係 我想說我 我開個車 我繳的稅 都比我的房子的稅還要高那麼多 想說怎麼合理啊 房子的價值 比車子高那麼多 可是為什麼我繳的稅反而變得那麼少 想一想 對 那當然會刺激我說那我再多買房子嗎 房子放著也 也不會 需要負擔那麼大 OK 那可是之前我們家本來一台 兩台車 後來我把另外一台賣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房子沒開 我想說我太太要開 結果我太太 一個月恐怕頂多開不到一次 後來反而都在保養 然後還去驗車 想說算了 把它賣掉 好輕鬆 突然感覺 那個負擔變輕好多了 真的有感 可是買個房子 房子好像 沒有感覺 要繳那麼多稅 所以這個是不是財稅負擔的 問題 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種 資訊的揭露 所以 這部分的話 是不是可以去比較 比如說 不同 國家的那個 那到底是為什麼 原因 或許從一些數字裡面可以看到一些端倫 所以這個當然你可以 藉由去抓取一些大數據去分析 然後比較 得到一個數據結果 你就很容易 看到事實的真相 OK 所以這個當然很多地方 可以拿到資料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去抓取那個 開放資料的部分 另外第2個就是說 你可以試試看 剛剛那個什麼 汽車切到 或者是機車切到 請各位試著怎麼樣 把它 寫到 資料庫裡面 試試看 OK OK